大家好,我是Angel 很多人都會用眼睫毛液 亦都相信大家用眼睫毛液的時候都會遇到很多問題 所以我今天就教大家用睫毛液的幾個方法 令大家可以塗出條條分明的眼睫毛 塗眼睫毛的第一個步驟 首先要用sipset的手法在眼睫毛的根部位置做了濃密的效果 塗了兩層sipset之後 我們就會用網上拉的手法去增加眼睫毛的長度 而另外怎樣可以做到一個條條分明 而又不會打架的tips 就是我們先塗了一隻眼睫毛 然後不要再塗第二層 我們應該是去到另外一隻眼 塗了一層 然後再塗第一隻眼 這樣就可以令到第一次眼睫毛的Mascara會乾了 另外很多時候大家都會忘記塗了眼尾 眼角或者下眼睫毛這些位置 那為什麼呢 因為覺得那個刷會比較難去到這些位置 其實現在一些新的睫毛液就會去螺旋刷 會有一個追形的方向去上 那就方便大家去塗一些眼角或者眼尾的位置 還有一個容易一點的方法 就是你要垂直那個睫毛液去塗它的尾部的時候 也會比較容易的 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小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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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感谢观看